廖院長 蔡董事長 林法政院長 李化董事長 Professor Sam June 在場各位先進 各位貴賓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又來到一年一度的富邦全球化講堂 盛會 回顧過去的一年 到我們要前瞻未來 這一年來 無論是我們面對的氣候的災害 乾旱 HIT 高熱 還有洪水 在全世界各地 我們也面對地緣政治帶來的軍事對勢 無二戰爭 引發了全球的能源危機 在地緣經濟上 我們的半導體產業 要到國際上 世界各國去重新佈取 到了11月20日 萊台投資大方案已經有1270億家 根據我們中心的我們司儀 宜君的統計 有56%是高耗電的一個產業 就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台灣跟全世界一樣都面臨前所未有的一個變局 在這樣一個變局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重新思考我們的一個未來 我在很多場合一直在演講的時候都會講說 我們去年的國慶日 打在國慶日總統的一個光點是 就是蔣衛雪先生在36歲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身為台灣人 樂為世界人 那我們台灣現在跟全世界各國一樣 除了我們在能源科技的變局 就是今天的主題 進零碳排 在產業 在經濟的變局之外 我們怎麼樣來替我們的下一個世代 思考未來的20年 30年到40年 2040 50到60 未來的一個發展 當然最重要的是現在2030設定的一個標的 所以在這個架構 我想當全世界在地緣政治跟地緣經濟下 重新發現台灣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重新台灣重新來定位自己 重新來為我們的下一個世代來努力 那在這個架構底下 我們非常感謝蔡董事長 還有副方文教基金會 副方經控長期的支持 讓我們台大風險中心能夠在大學當成一個 跟大家共同思考 共同創作 共同的來傳遞良好訊息的一個實踐的平台 我們今天早上非常高興 特別請到中院廖院廖院長 來給我們做一個 進零科技的Keynote Speech 那接下來我們會請到世界各國的一個代表 來做一個進零經驗的一個交流 下午非常重要的 也是在這個蔡董事長支持底下 我們要發佈台灣第一份高碳排產業的公正轉型的一個問卷 我們要了解我們的產業面現在 面對這樣的一個急速的進零碳排 他在經理人跟在勞工的面向上 他們所感受的 怎麼樣對這個轉型底下 他們會變成可能是一個轉型 裡面第一個直接衝擊的人 他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那以這個我們來作為提供一個政策的參考跟建議 好 那我想今天在滿滿的這個整天的會成裡面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來繼續努力 為我們台灣 一起來加油 好 謝謝各位 接著有請富邦集團蔡明忠董事長上台為我們致辭 讓我們掌聲歡迎蔡董事長 廖院長 周主任 林院長 各位國外我們邀請到的貴賓 今天的雨潭人 我們今天在場的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 早 我很興奮今天回到我的母校 而且在這個 我剛才還跟廖院長分享說 這個折陵館跟隔壁的萬財館 是我父親跟我的堂兄 蔡宏圖先生 兩位捐的 這個其實已經是十幾年前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學校把我們的設施保存了 維護得非常好 讓我們今天可以在這麼好的一個環境來舉辦 今天的研討會讓我倍感覺得歡喜 我平常講話 各位都知道就是很隨性 今天因為這個議題 很重要 所以我也特別帶了講稿來上台 各位都知道這是我們第七年 舉辦這個富邦的全球化講堂 全球化 最近很多委人都說已經死了 但是我想我們要談的不是經濟的全球化 而是我們全球都應該共同面對的問題 剛才周主任已經做了開場牌 臉書說我們現在面臨的事實上是一個 全人類的生存戰 我們台灣不要講說是世界的一份子 我們所有台灣人都是世界人類的一部分 我們能不盡一份心力嗎 尤其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只是氣候的變遷 這個變遷已經完全轉換成一個氣候的災難 我們發現說這兩天大家都覺得非常的寒冷 但是在上個禮拜又非常的炎熱 所以這個幾乎現在只剩下夏季跟冬季兩個季節 而且夏季是酷寒 酷熱 這個冬季是酷寒 我昨天在這個FT Financial Times的首頁 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倫敦在下雪 這個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這個降雪 來得非常的早 我們知道剛剛落幕的這個Cup 27 除了大家還是一樣的研議說 要怎麼控制這個升溫在1.5度以下的這些減碳 靜靈的路程的規劃以外 他其實在落幕以前提出了一個 跟我們今天主題是息息相關的議題 就是在怎麼樣子能夠 能夠這個叫做公正的轉型 因為我們在台灣都講正義轉型 所以講習慣 我這個公正一下子轉不過來 我們講的這個公正轉型 其實英文它這個講得非常好 它就是just transition just 當然是公正 just 大家都知道也有一個意義 就是我們轉身就轉型了的這個意義 但是這個字並沒有這麼簡單 我們在整個靜靈減碳的過程中間 無數的現在高碳排的產業都會受到影響 尤其是國與國之間 從這個靜靈減碳的這個呼聲開始以後 大部分的這些開發中的國家 尤其像非洲的國家 就認為說今天這個世界的災難 都是你們這些已開發的國家造成的 現在要我們來付出代價 這未免太不公平了 所以才有了這個所謂需要開發 已開發的國家負起這個所謂的責任跟賠償 來幫助開發中的國家對抗這個氣候的變遷 這個just transition 它所包含的就是社會的基礎建設 使得社會變得更有韌性 這裡面還包括我們在講的這個世代正義 青年就業 怎麼樣不只是green job 而是green job for youth 當然還有我們金融業 可能可以盡一份心力的 就是國際融資 氣候的融資 在這裡我當然要講一下我們富邦 身為一個金融業者 這幾年我們的努力 當然對於這些高碳牌的產業 我們擬定了准入跟融資的這個標準 我們也是台灣第一家承諾不再投資 這個燃煤超過50%電廠的這個金融企業 我們當然同時也關注到公正轉型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積極的引導並協助客戶 還有我們被我們投資的企業 能夠善用資金來進行綠色轉型 這一點我記得我們同時在問我們說 那有些高碳牌的產業 我們是就不融資給他們了嗎 我當時我的回答 我就說我們應該finance for their 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 就我們剛才講這個just transition的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資金 不是只是導向這些 我們都知道是乾淨綠色的企業而已 我們怎麼幫助這些 在這過程中間會受到影響的這些企業 能夠得到我們融資的幫助 而得到轉型 那當然同時也保障這些產業 他們從業人員的工作權 那在這個低碳轉型的同時 我們都知道再生人員的重要性 所以富邦金控台歌大 我們也在今年正式成為RE100的成員 那我們從北富營從去年開始 已經每年採購67萬度的光電 那台歌大我們預計未來10年 要投入100億來發展綠電 不管是自建電廠或者是購買綠電 那我們當然啊 我們產業界最期盼的就是政府啊 能夠積極的來推動 2050的淨綠 對淨綠的這個路徑啊 能夠提出非常完整的規劃跟時程 並敦促啊 這個產業提升從業人員的技術跟能力 確保民眾的工作權益 維持社會的穩定 這就是我剛才講第一個 這個Society的resilience 從金融穩定能夠到社會的穩定 就是我想我們今天啊 舉辦這個論壇最主要的目的 以人為本的公正轉型 我們能夠把這個預題帶到台灣 能夠得到我們政府跟所有產業 產官學這些領導者的這個注意 最後我也祝我們今天的論壇能夠成功 大家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謝謝大家